车辆简单讲解 左转向灯 往下 声光报警一体运行灯 电器箱 电器操作手册 中应为对照 该旋钮为调速旋钮 控制车辆车速 电器箱急停开关 红色按钮 手柄和遥控器 切换开关 手柄插头 电池电量显示表 电压显示表 右转向灯 红色急停按钮 这个车轮为主动车轮 该位置为充电口 下方为被动车轮 也就是转向轮 左转向灯 后转向灯 右转向灯 车子的挡板已经安装 螺栓 固定可以拆系 这个位置 这是充电口 这是电池箱 电机箱 分别从头上是充电口 这是开关 这是故障了会发生报警的一个报警灯 这个是通讯接口 暂时没用 这个是屏幕 就是前面电机箱显示电量电压的那个小屏幕接口 这是取电口 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放电口 这个线就接到这个电器箱里面 电源线 平时我们长时间不用的话 要把这个开关点的关上 这样灭了就关上了 如果咱们运输海运时间短时间长 我就直接到时候出厂前 我会把它关掉到现场以后客户把这个电池盖这个盖子 这个盖子给它取下来取下来 然后把这个打开 通一下电就ok了 拍摄整个开关用运行开始 首先把这个电源开关给它打开 然后移步到这个电气箱位置 电压位置这个屏幕会显示就是显示车辆充电了 然后下面有一个电力的总开关控制机停 拉开 这个机停拉开 然后就通电了 来阳空系这个开关就可以行走了 电气箱打开以后 把手柄有线手柄和无线遥控都已放置在电机箱内 这个按钮为急停按钮 往外拉他就通电了往里面一按就停了 这个是手柄和遥控的切换按钮 往这边悬是遥控遥控遥控这个遥控操作 往这边悬是手柄操作 中间位置 就是没法用 这个是手柄的插口 这个调速旋钮按照箭头指示 这样调速是减速的过程 反方向逆时针 逆时针 逆时针转转到头是速度最快的时候 顺时针是一直是减速 减速 这个屏幕显示的是总电流 总电压 然后下面是温度 然后单体电池的电压 主要的参数看这个 soc 71% 这个是电量显示的 这个数字 车头位置有一个液压泵栈 这个液压泵栈 掏了一个孔 这里面 可以加油 观察这个油液的多少 你还没做